今天是九四節 中央館再次紀念大乘自行線紙空支援2579年 等身四點點列 今天在中央空支援的紀憲 由中央館在翁徽米當年正現官 空市中心、相關機關收集、管副相關協助當年分現官 並且請館來和機關團體好好 再次代表頂頂來拍攝 中央館是相當的中央 早上六點,在頭剛出來 甚至鄉親的主席在中央空支援 參加紀念大乘自行線紙2579年 等身大乘電四點點列 電列由中央館在翁徽米當年正現官 專門依照高雷 電列當中最讓人注意的就是四點義務 由中央館在中央技術高中 三十六名的學生演出六義務 官來各家團和學習團 彈人各生與各生 王官長表示 既成成書空支的誕生生力 空支由高無力 因材思高的精神 給予到有報警全面 也感謝所有的老師和學生 感謝老師的護照 9月28號也是孔子誕辰 2570年的一個紀念 我們除了在我們的孔廟 用非常殊聖傳統的方式 來慶祝孔子的一個誕辰 同時也要感謝他在當時封建時代 能夠有教五類 因材思教 開啟了我們平民的另外一種的一個學習 那也讓我們的這個教育能夠持續不斷 那今天同時也是我們的教師節 我想透過這樣殊聖的一個典禮 除了這個紀念孔子之外 也是要來感謝所有老師們 對於教育的一個付出 在這邊再次的公祝所有老師們 教師節快樂 為了表達對空主的建議 很多鄉親和同學一陣子就來參加 我們好好也帶領先生 作回來參加這項祭典 智聖先師在西岸前五世紀的時候 就創辦了乳學 一直都是我們教育界的表率 我們所尊敬的 所以說我們也在緬懷我們的孔老夫子 還有以及把他的精神繼續在台灣推廣 我們台灣可以說是這個乳學傳統最完整的 我們一定要義不忠實站出來 加強發揚光大 另外為了善用作空的意義 電力結束之後由王妃美館長 斷了館來學主和全體人員 傳過情學們和聰會們 希望透過這點電力的機會 讓聰會關在電力的風氣 持續發揚和團賢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